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萊勇文和大家提天氣 連續幾日陽光都不錯 但今早早就多點雲 看看衛星雲圖 南海北部有些薄雲飄過來 但日頭出太陽之後 雲層就慢慢消散 一度高雅石正為中國東南部 帶來普遍晨凌的天氣 由於由海上吹過來的東風 都是比較暖和潮濕 所以今日都沒有前一陣子那麼冷和乾燥 下集陽光充沛 氣溫普遍比昨天高3度左右 而在天文台今天錄得氣溫介乎12.9至18.5度 而6點鐘氣溫有16度 相對濕度78% 交美天先生說下週末天氣 預測明天大致多雲 部分時間會有陽光 夜晚會有薄霧 氣溫介乎16至20度 吹和緩的東風 未來幾日 夜晚的溫度都是15度以上 而年三十晚和年初一 天氣都幾好 日間的溫度就在20度或者以上 而預測明天上午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就是介乎低至中的水平 而預測最高紫外線指數就有5 強度屬於中等 再看看其他城市的天氣預測 廣州多雲 澳門有無 廈門多雲 台北沒甚麼陽光 上海多雲 北京多雲 瀋陽多雲 首爾下雨 大阪宙宇 東京多雲 大阪宙宇 東京多雲 曼谷有無 吉隆坡宙宇 新加坡大風 雅加達樂宇 胡志明市和馬尼拉明朗 墨爾本色尼趙宇 布里斯班雷布 奧克蘭天晨 溫哥華有無 三藩市天晨 洛杉基明朗 紐約天晨 多倫多多雲 柔直方面 倫敦多雲 巴黎有趙宇 阿姆斯勒丹天晨 巴黎一福 和蘇黎勢多雲 今晚天氣先講到這裡 祝各位真會愉快